好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政府 希望未來有這樣子的這個 機會能夠以防養老之外 每個人都很關心說 我們吃老的時候 是要靠什麼來養老 怕你如果沒在地上的時候 是要怎麼樣 來 張勝書老師 我們從這個各主星 子威來看的話 要靠什麼養老 我們對自己是比較有保障的 好 到老的時候大家都怕 但我們來看 每一種類型的人 他有不同的依靠 比如說合作型 什麼叫合作型 就是祖星有太陰 天良和天童 這三種類型的 比如說揮珠 你就是 揮明公 他天童 太陰兩顆都是合作型的 所以我們看合作型的人 在老時候可以靠兒女兒 因為好相處 所以生三個是對的 對 對 對 生三個也是因為 你跟你先生都很合作 也是會季節 對 所以這裡打錯了 這打成靠女兒 千萬電視機朋友要小心 如果看錯了以為靠女兒 從此天下不眾生男 眾生女 那就糟糕了 靠兒女 這年頭本身就是靠女兒比較有用 說得也是 但是我們剛剛講也確實 合作型的人 因為性格比較溫和 其實跟小孩子的相處都非常好 小孩子相處來講 他們也會變得比較孝順 好 再來呢 支援型的朋友呢 支援型有哪幾個 太陽 巨門和天積 像我們的巨門 對不對 好 這類型的朋友呢 要靠朋友 靠朋友養老 對 沒錯 可是我常覺得朋友不太老靠 要感謝你的觀念 那這時候朋友就來靠你了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比朋友好 所以大家都來靠你 可是等到老來的時候 這時候換了朋友來幫忙了 其實這顆支援型本身 在朋友部分上 因為很熱情 交朋友上面 朋友之間的互相幫忙來往很多 所以年老的時候 尤其是年老的時候 沒有朋友會無聊死了 對 我朋友要做 對 再來呢 領導型的朋友 比如說 領導型是 領導型有哪幾顆心 對 子為天父 舞曲跟天象 所以 篤林哥 或者是 我怎麼叫篤林哥 篤林弟弟 換木華也是 對不對 好 這類人 真的最簡單 靠財產 靠財產 就是做自己是不是 對 還不只是靠自己 因為靠財產的意思是 你要年輕的時候多累積 累積得越多越好 在年老的時候 因為領導型的人有時候 這個講起來有點囂張 老年的時候 如果你自己沒有財產 伸手跟人家拿錢手軟 所以受不了 所以一定是要自己有財產 那個氣勢才會出來 所以他也靠不了兒女 要靠 靠不了 靠不了 這個時候領導型的兒女 都是來跟你分財產的 那也靠不了朋友 所以最好的就是靠財產 累積財產最重要 好險你現在有剩一些 那開創型的朋友 像七煞破君 連針貪狼 像靖淳也好 像木華也好 木華你兩個都有 所以這個型才是真正靠自己 我最不想聽到是靠自己 通常我們最不想聽到 就是自己的命 自己的命越是如何就越不想 是啊 那要不要轉戀去改變 其實這也就是我們 隨時在看命運 靠自己也很好 靠自己就自己賺 自己吃 你如果靠子女 你靠子女 你本身 第一個你脾氣要夠好 你如果脾氣不夠好 你以風 靠山 山倒 靠海 海枯 我覺得靠子女有很不好 你知道年紀欠了年老 65歲要去收贊也很麻煩 你年輕欠我多少給你討 好險 感覺我還有一點才藝 黏一下Bling Bling 所以我們養好身體很重要 因為要靠自己 所以你看這一則新聞 這老先生他睡在屋簷底下 他控他的子女 控靠子女 棄養 但是是有原因的 子女說他虐妻敗家 年輕的時候 然後他覺得他不配做父親 所以到老是這個下場 想靠子女 子女也不給你靠 對不對 所以老爸是老了才回來 我覺得靠自己真的最實際 是 所以我們要問一下惠竹姐說 你今年買了一個招財物 發生了很多很懸的事情 你就不會像他這樣子 有資女又可以靠 然後又可以靠一個招財物 其實有時候靠天也不錯 因為我買這個房子 真的是天意 我先跟你們說 我是什麼時候搬進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是 我是2月21號搬進去的 我後來查了一下 2月20號的股價指數在 4436點 所以從他大概還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個時間可以佈局 大概從3月3號開始 那個指數就一去不回頭 就一路飆到現在快接近8000點 你看這東西漲了一倍 其實我先生的資產也增加很多 算是一倍數計的 一計就對了 沒有一倍數計 對 你知道嗎 其實 他做圓外 他現在是做圓外 你都不知道聲音很大 其實你回到說當時 就是回到這兩三年前 我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他真的是 我覺得那真的是地基主 一步一步設計我來買這個房子 怎麼講 對 因為我當時 其實我那時候 我住在信義路安和路那邊 我每天會經過 信義路安和路 和綠林的靈居 後面 後面的巷子裡的公寓 他真的是靈居 對 然後我們就是 我每天都會經過十字路口 那事實上他 因為我買 那時候買的是預售屋 他就有一個看棒 就是在那個路口那邊 其實我看了半年 我都不曾心動過 因為那個房子 其實並不是我的 我的那個target的目標 因為他在中正區 然後又是 又不是我符合我的評數 所以我都沒有看他 就有一天我們去 大安森林公園附近 看一個房子 那一去 他就說那個房子 已經賣光了 然後他說 我們同樣一個銷售公司 有賣我現在住的那個房子 我們說那個我不要 然後就沒有去看 但是有一天我跟我朋友 我朋友他要去看 我現在住那附近的房子 他就說我們去看 後來打給那個業務員 那個業務員就說 我現在在北投 我要半小時才會來 那我們半小時很無聊 我朋友說 對對對我們到對面去 那邊去喝杯咖啡 等那個業務員 所以去喝杯咖啡 就是全世界最貴的咖啡 就是我買的那個房子 那個咖啡 安核 對不是安核 就是在那個中正區那個地方 所以後來我們就去了 當然那個房子 其實他已經賣了半年 其實只剩下最後一戶 然後就是他 我們剛剛當然那個 就是說苦主上來 當然強力的促銷那個房子 那但是就是說其實 那個我們那時候 其實為了等對面那個業務員 所以我們喝了四杯咖啡 就想說 我朋友就說 你就給他隨便簽一簽 你就付個什麼斡旋金 反正一個禮拜可以退 對 因為我們也不想要買那個房子 後來我們就 我就真的刷卡付了斡旋金 然後我就就走了 我們就去看別的房子 這很可憐 你只是給他喝了四杯咖啡 喝了四杯咖啡 就我朋友就叫我趕快刷 後來其實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就說其實我一刷了之後 因為他們只剩最後一戶 那那個代銷公司 他如果把那一戶賣掉 他 所以他那個禮拜 就來對我強烈的行銷 那事實上我是不喜歡那房子 因為那房子在中正區 我覺得沒有那種時尚的感覺 我原來住東區嘛 可是我先生 我先生就蠻喜歡 因為他其實蠻隱密 然後一塵一糊 他就蠻喜歡的 可是他我就不要 為了這事情我們還有爭執 後來然後我就跟我先生說 你如果要買 你好歹要請這個師傅看一下 看這個風水好不好嘛 所以他就說 那我們平常也不信 這個也沒有認識一個老師 可是那天發現 很玄的事情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要找篤林哥 介紹張老師嘛 那他其實篤林哥 已經很久沒有聯絡 結果就在我問他那一天的早上 他進辦公室 就早上八點鐘 篤林哥已經坐在他的位置上 要等著找我老公你知道嗎 他就說他今天有事來找我 結果剛好我老公也要找他 結果我老公又打電話給這個 結果那個篤林哥 就打電話給張老師 結果他老婆說 張老師已經出去散步了 結果就在要掛到電話的時候 張老師回來拿東西 對 就拿了東西 拿這麼巧 然後就去看那個房子 然後看那個房子 當然老師就說很好 說我老公住進去 什麼家產會多好多好多好 我本來已經很想買了 當然他就更想買了 所以後來他就說他要買 就買了 你知道發生了一個什麼 很奇怪的事情嗎 就在簽約的那一天 我先生手上所有的股票 幾乎都漲停 連那個平常一年才漲停 一兩次的股票都漲停 哇 超壞的 然後 然後你先說 你當初這麼不想 這麼不想 這麼不想買的這個房子 一坪多少錢 一坪大概 我那時候大概買 差不多五六十萬一坪 五六十萬 現在不得了 現在呢 現在如果以那個地區 新推出來 大家都要破敗 對 所以說說後來 該不會跟張老師妹 是同一棟吧 不是 然後 然後更懸的是什麼 更懸的是說 因為事實上 我一直不喜歡那個區域 我就說後來過了一年後 我就說 反正我們也那個房價後來就 我們一簽約之後 馬上就漲起來 然後我就說 那就把它賣掉 然後我們再去買別的地方 後來我們也真的去看 然後真的 就當我動了念頭 已經要去跟新的 新的地方要簽那個 斡旋的時候 就發生什麼事情 所有的投資都不順 股票跌停什麼 真的 他生氣了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 他通過天意來告訴你說 這個房子千萬不能賣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 很神奇說 每一次我先 因為它是預售屋 每次要去蓋的時候 我現在都會去看 我現在去看的第二天 股票已經是漲的 就是真的是很懸疑 跟它這麼合 對 就我先 就放棄這個念頭 事實上在這個房子落成 是去年7月蓋好的 其實那個時候 因為正好需要一筆錢 剛好那筆錢就是付了一些錢 然後金融還叫就奪過一劫 對 剛好去付房子 對 所以就是它那個時機 要是很虛擬地下的 來… 兩年不發慧珠姐通告 他真的也無所謂 真的 我們對他講話要禮貌一點 嘿 來 我們先進廣告 待會兒回來 告訴大家十二星座的人 在哪一方面手氣最旺 來